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打完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腳步 來去行啊來 這給我們行啊來 做什麼叫做瓜農藥 GO 好興奮喔 第一次我們行啊來 打手比來米國出外景耶 你還在做什麼 當然不是吃漢堡喔 聽說這間漢堡很好吃耶 老闆又能到 我看能不能來這邊 來個偶遇之類的 好期待喔 OH MY GOD 漢堡會不會太大耶 欸 欸是說也是有道理啦 美國什麼都大 聽說喔 外國人也都這麼大 我來看看老闆有帥嗎 欸 為什麼 為什麼是東方面孔 這不是美國 這是屏東 這是屏東喔 這是屏東喔 這是屏東 可是可以玩製作單位 騙機啊 欸但是 啊你好你好 所以你是 漢堡的創始人嗎 對 我們的阿強先生 懷抱著扣人心弦的創業夢想 不只是為了賺錢 更是實踐愛與夢想的手作漢堡人生 每一個美味漢堡背後 代表著不畏艱難的毅力 代表著懷抱夢想的勇氣 代表著希望種子的開花結果 漢堡達人 夢想實踐家陳偉強阿強 欸 嚇死人了 這個漢堡太大了怎麼吃啦 這個 這個怎麼吃喔 當然是分開要切 要切 對像切蛋糕一樣 對 那我問你喔 夢想 全台灣是不是只有你做這個大漢堡 對那目前的話 全台灣是漢堡最大的 就是我們運動在我們地方 天啊 我們太誇張了吧 這個 這個我 沒有錯 就是這麼誇張 全台最大的漢堡就在這裡啦 欸 看起來超美味的 還是我幫你端 你拿得動嗎 這個是有重量的喔 姐姐試看看好不好 姐姐試看看來 我這個 想看看 鄉婷姐姐如何 解決這個大漢堡嗎 欸 真的很重耶 這幾公斤 這個 有 2.5公斤 這一個2.5公斤喔 對 這讓我來 我就吃啦 來我今天來挑戰看看 吃完有獎金嗎 有啊 我之前有幫過大配王 大配王 你下次辦個小鳥尾喔 來喔 你看看這 幫我把它移回來一下 好 要整個再拿起來吃嗎 我真的沒有辦法 應該拿不起來 你咬一下 我咬一口 我咬一口 見證奇蹟的時刻 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 我講真的齁 我第一口是先咬到麵包而已 可是你這麵包好香喔 這麵包是肚子 好香耶 欸 我太不一樣 因為一般你看它這麼大啊 會覺得怕它這個口感會 會軟掉或怎麼樣 沒有耶 就是乾 對 然後充滿麥香 一般是全麥的 全麥的 對 你看一下 裡面有1 2 3 4 5 6 6塊的肉耶 所以我們一個漢堡是用了12塊的肉去做 我的天啊 對 這個真的要全 這是可以說這個外帶全家菜好不好 很好吃耶 我看你那麼年輕 你做漢堡幾年了嗎 5年 5年了喔 對 5年 你本身就學美食 這個餐飲嗎 沒有耶 以前做服務業啦 以前做服務業 你哪說我哪講 然後就是 興趣嘛 就是我覺得 我不喜歡太拘束的環境 以前我在當職業軍人 可是我覺得 這個環境太拘束了 你是職業軍人嗎 對 我還沒出來 然後想說 退伍之後想要做一個自己的工作 可是就想要做美式餐廳 比較 做美式餐廳比較隨行一點 就不用在那個服務啊什麼的 一定要在那種 就是跟客人比較親近 真的很好吃 可是幫我想個辦法 我只能要 你看這個 用切的是不是 對對對 一定要吃到它裡面的肉 而且還有我最愛的起司 我們這個製作 就切的話是 整個拿起來 然後往下切到底 像切蛋糕一樣 像這陣子啊 我們出了這巨五八之後 我們開始就推出 巨五八生日餐 生日餐喔 對對對 就是他們都可以拿回去 當生日蛋糕這樣子使用 整個這樣拿起來 哇 來來 你給我看你的側面耶 它的高度 哇 真的很強耶 會不會超過你的臉 會 你的臉那麼小 我跟你講它跟我的臉一樣大 光這樣切了一份 看到沒有 跟我的臉一樣大耶 這是一人 這個切開 欸這 我才八三乾五八八 姐姐 今天來這裡教大家 吃漢堡的正確方式 首先 壓 這麼大的漢堡 來壓扁 第二招 開 開 開什麼呢 打開你的嘴巴呀 不要吃了 要擦一下嘴 這輩子 我吃東西 就沒有尋常的時候 你知道嗎 它這個醬料 我好喜歡喔 是不是有點芥末 對 芥末醬 芥末醬 然後加蜂蜜 對 你看 吃到內貨 究竟內貨好吃嗎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在內行 我等於是小吃 我真的難 再吃一口 管它怎麼吃醬 先吃再說 老闆說 都是感情穩定的情侶 才敢來吃 就怕太豪邁的吃醬 會嚇到另一半啦 不過看到這樣 大口大口吃漢堡的模樣 嗯 真的也好想咬一口喔 我們的美食女神 就趕快來告訴大家味道如何吧 可是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我想像的不一樣 大漢堡你會覺得 大很多東西 它味道可能就會走掉 可是它不會 它就是跟你在吃的那個 小漢堡一樣精緻 而且呢 味道很獨到 加上它的肉 一點都不會差 我們會用蜂蜜芥末去當底是因為 就是 漢堡其實是 如果你用炸的 會是個很油膩的東西 嗯 對阿如果你是用酸酸甜甜的去蓋過 你就會變得比較順口 對 比較不會使命 三五好友來聚餐 就是要點一份 這麼浮誇的漢堡 一定讓你吃得鬆歪歪 這裡也提供各式排餐 面食還有精緻的漢堡 餐廳裝潢也非常講究 除了牆上掛滿了美國各州的車牌 還有達人自己收藏的老東西 這真的沒吃的東西都有夠好吃的 有機會喔 來評刀你一定要來嘗嘗看 是說老闆 對 我都覺得你越看越面熟 我覺得你看得好眼熟 欸 你是不是警察局有 這警察局看過你 我不是通緝犯的 不然呢 因為我每年都會開著那個胖卡 然後到全省到處做公益 有一次警察局有借我那個地點 每年警察局都會借我這個地點辦售 原來是做公益的 原來做公益的就是你喔 對 欸很不簡單欸 我跟你講我看到你的那一篇介紹 就是做公益的這一塊啊 就是開著胖卡車幫助悅悅的小朋友 很感動 我想不到你那麼年輕欸 你怎麼會想要開始做這個公益的事情 現在 做了五年欸 我從27歲開始做 現在已經32了 對啊 應該不年輕了 我從漢堡哥哥 現在應該被叫漢堡叔叔了 現在現在 應該是家人挺環境的關係吧 因為從小啊 我們是不會讀書的小孩 因為環境的問題 沒有 沒有資源 對 可是 你會變成是說 在成長過程中 因為家庭環境 你會覺得欸 有點受到 被鄰居的 排擠 對 那家的小孩很調皮 也不會讀書 不要跟那家的小孩子玩 我從小就有聽到這樣的事情 小時候因為家裡也是低收入戶 所以在這過程中 我覺得我也受到 很多人的幫助 當然有不好的也有好的 我們是繼續好的嘛 可是 我為了要改變 我不想要說欸今天 被人家用那種 人家說狗眼看的那種心態 所以我為了要改變 我想說 我自己要比別人更努力 對因為如果我這一代不努力 代表我下一代 也可能會遭受到跟我一樣的事情 那我說如果有我這代改變 是不是未來我會改變 翻轉我的人設 所以我才會很努力的去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證明了自己之後 欸賺了一些錢 我想說我以前也是這樣過來 人家也幫我們幫了那麼多了 是不是我有能力了 我要付出我的一技之長 然後跟我一樣有收到家福照顧的小朋友 給他們一些正確的觀念 我是怎麼轉變我的人生 對 不是說我們今天去叫他們做漢堡 就這麼簡單 在做漢堡的過程中 他們會一直提出 他們對我們的好奇 一群男生開了一個很可愛的胖卡 到他們那邊叫我們做漢堡 他在過程中就會一直發問問題 在這個發問問題的過程中 我就是 不是用很自私的方式 去跟他們傳輸 我是怎麼改變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改變了我得到了什麼 然後我花了多久的時間去改變我的人生 然後看到了成果 對 就是這樣 享用美好的結果 也享受艱苦的過程 提升自己才能幫助更多的人 下次在台灣某個地方 遇到這群胖卡男孩 除了品嘗他們的美味漢堡 也給他們多一點鼓勵 更有動力去做好的事情 那麼來去行啊來 我們下次見囉 什麽 我們下次再見囉 谢谢观看